他们目光相对 深情的眼神将他们的心连接在一起 这一刻的对视 仿佛时间在流逝 仿佛岁月在低雨 他们目光交汇的瞬间 倾诉着一种无法言说的爱 就像那雨细雨 滴落的心中 让他们在这冰天雪地之中 只能感受到彼此暖暖的拥抱 大人有些冷了 咱们进去吧 元姬夏可不傻 若他们再这样看下去 恐怕 夫人就这么迫不及待 路易笑笑 将她抱了进去 除夕都要守岁 这一夜注定无眠 大人 今日你与陛下眉来眼去的 究竟是什么意思 得了空 元姬夏就要兴师问罪了 本就没打算瞒着她 没想到她会先问 真是一点都沉不住气 陛下也听了方金传闻 认为那些子虚无有之事 真假参半 特意问我 路易仰头饮下一口酒 所以 元姬夏眼珠一转 不敢相信 她不是说和陛下来往 不是十分密切吗 这都能通过眼神问话了 这默契 来往还不密切 第二日 午饭将至 宫中便来了赏赐 也没什么正当理由 只说路易过年期间 维护皇城治安辛苦 陛下特意赏的 元姬夏本以为是金银珠宝 等东西到了库房后 简直不堪入目 这 这是什么 元姬夏巴布得自己的眼睛瞎了 我的天哪 陛下送的居然是不要 路易不是说她和陛下解释过了 这是怎么回事 不是和你说过了 我之前与陛下不熟 她一时会错了意也很正常 路易表情没什么变化 我信你过鬼 元姬夏夺门而出 这库房她是待不了了 刘国建元姬夏如此 转过头瞧瞧瞧看了看路易 知道自家公子在捉弄夫人也不好说什么 他们夫妻俩的事 自己处理就好 春节结束后 所有人都恢复了忙碌的生活 这时皇帝说有个案子需要路易亲自前往 军命难为 路易只能与元姬夏暂时分离 等到了的方才知道 原来是冬日深夜 张州府宁阳县一户人家 突然传出喊声 邻居们闻声赶到 建议人影翻墙而出 路易看过档案 也派人打听过 这家家主杨刘氏称儿媳杨田氏与人私通 之前逃走之人便是奸夫 杨田氏一山不整去不承认 不过杨刘氏建议暗阻中规矩将杨田氏陈塘 生死攸关之际 刘氏女儿于平仗义直言 将此事交于县衙调查定罪 何知县详查之下 发现此事另有隐情 便展开调查 这是臣府打听到的消息 案件如今正在调查中 其实宁阳县城郊有一家 家主杨刘氏早年守寡 独自抚养儿子杨正和女儿于平 杨正17岁 娶田氏为妻 夫妻感情浓厚 杨正是个货郎 辛辛苦苦也只能让全家温饱 妻子进门带来了财运 生意突然红火起来 两年之间竟积下不少钱财 随着杨田氏生下一子 全家也沉浸在美满幸福之中 不久后新皇登基 开海进 杨正与朋友集资购置了瓷器和茶叶 租了商船去往南洋 杨正一走 家里就剩下了母亲杨刘氏 妻子杨田氏 15岁的妹妹玉萍和3岁的儿子杨晨 杨刘氏年轻时貌美 现在年逾四旬人风韵游存 生活富足后竟起了欲望 与木将赖成勾搭在一起 陆毅皱了皱眉 总觉得此事应该不像他们说的那么简单 杨田氏未曾裹脚 不过其实并不满意 只是当初家贫 无能力选择罢了 现在生活富足了 杨刘氏便开始嫌弃儿媳 觉得他配不上儿子杨正 便处处刁难 杨田氏贤惠 为了家庭和睦 就尽量忍耐 退让并没有换来谅解 反而让杨刘氏得寸进尺 越发嚣张 杨田氏心理委屈 盼着丈夫早些回来 女人天生敏感 婆婆私通知事杨田氏虽未发现 但感觉到了一些 一次闲聊之时 杨田氏无意脱口 虽未明说 但婆婆作罪心虚 把心一横 生了毒气 准备除掉儿媳 以免后患 他让姜夫赖成 趁夜侮辱杨田氏 自己则大喊捉奸 到时候已与人通奸 不守付到的罪名 将田氏沉堂 这样就一了百了了 洛伊听着这一点 重重的案子 让陈福拿来 更为详细的卷宗 想要自己调查 他手持圣旨 何知信不敢不从 那姜夫名叫赖成 据他所说 起初他担心被族人 抓住送了性命 并不同意 怎奈杨流氏手段狠辣 威胁赖成 并许诺市城白两筹线 他贪财 同意了此事 事发当天 杨流氏提前在赖成 时常进入的院墙 内堆了几落砖 方便赖成事后逃离 到了晚上 赖成一计而来 撬开房门 进到杨田氏房中 杨流氏则暗中观察 看准时机喊人逐渐 杨田氏的儿子杨辰已经三岁 平日和姑姑玉萍感情很好 从两岁开始就和姑姑住在一屋 这也为杨流氏实施这个毒气提供了方便 当天晚上 杨田氏为儿子坐鞋子睡得晚 正在恍惚似睡之时 赖成摸上了床 杨田氏反抗之间 抓起织网的梭子刺中了赖成 杨流氏听到东乡房内的动静 感觉时机到了 赶紧大喊 邻居们听到喊声赶来 此时玉萍也从屋内走出 大家看到一个身影翻墙而出 几个后生追去 赖成藏在提前踩好点的桥洞内 成功逃脱 杨流氏一口咬定而喜与人通奸 邻居和族人们并未听到杨田氏叫喊 又见他衣衫不整 满脸通红 便相信了杨流氏的说法 认定杨田氏与人有私情 杨流氏以心要致儿媳于死地 他声泪俱下向族长哭诉 斥责儿媳不孝 不真 建议将其沉堂 所谓皇权不下乡 在当地士族权力很大 被死杨田氏这种事情 族内可以自己性解决 按规定将肩负沉堂 当时女子地位低下 虽然只是杨流氏一面之词 而且肩夫也未抓到 族人们还是决定将杨田氏陈堂 用一步好掺和他们的家事 只能让人先听